你看到的這個白塔 相傳釋迦摩尼佛的法森舍利 就藏在這個白塔裡面 這個地方是中國三溪五台山 塔槐的地方 就是五個台的中間叫做懷抱 所以也叫做塔槐 在塔槐這個地方有許多的寺廟 在這一座叫做菩薩鼎 這個菩薩鼎的寺廟香火是最鼎盛的了 你可以看到 凌風盛進 這會有許多的善男性靈 都到這裡來朝拜 所以你可以看到香火鼎盛 從一進門口 你就可以看到 這裡有許多龍的圖騰 因為要有龍的圖騰 就是代表他有歷朝的皇帝 都曾經來這裡 才敢用龍的圖騰 上來以後 第一個 就是天王殿 兩側的旁邊 有花輪 這個地方 叫做菩薩鼎 在五台山 塔槐的地方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 在這邊你可以看到 有很多的碑文 都是雕刻龍的 可見 這些都是皇帝意識的 中間 中間 是大雄寶殿的位置 旁邊 是部位金剛殿 在這個地方 來拜拜的人 香火鼎盛 在大雄寶殿那邊 不容易盡氣的 這邊 有一個很特殊的 就是 你看 他為什麼寫 代見文書殿 就是相傳有一次 康熙皇帝 他打獵 要回來的時候 然後 去看到 有一個僧人 在浴池裡面 跟一些婦女沐浴 所以康熙皇帝一看到 就非常生氣啊 把背後的劍拔出來 射向那位僧人 結果 射中那位僧人的背部 一滴一滴血 就逃跑了 康熙皇帝沿著這些血 去追的時候 去追到 寺廟 文書設立菩薩殿的時候 去看到 這個文書設立菩薩 背後中了一支劍 康熙皇帝 心裡面就明白 他做錯了一件事情 不應該 把這個劍 射向文書設立菩薩 原來 這裡是有擺 一把劍的 弓箭的劍 那個劍的當中 就是相傳 康熙皇帝射的那一把劍 康熙皇帝射的那一把劍 所以你看看 在這個對聯的另外一側 他也寫著 容詞混雜 陳文 金剛哭 李珊珊 這個就是 待見文書店的特色 你可以去看看這個對聯 這特別有意思啊 你能夠了解他的意思嗎 你能夠了解他的意思嗎 你看 在藏傳 佛教裡面 這些宮殿試驗 都是非常華麗的 跟漢傳佛教 莊嚴 朴俗 樹木 是不同的 這是大雄寶殿的地方 接著 後面 就是 我們文書捨立菩薩的大殿了 在這個大殿 也香吼鼎盛的 你可以看到 為什麼 這個大殿 是供奉著文書捨立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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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他特別用鋼條保護著 你可以看到 這一坑一坑的 這是歷史非久 非常一如久 的一塊石棵 就是上面的屋簷滴下來 有滴水穿石 有滴水穿石 這樣子 所以 康熙皇帝來到這個地方 就特別 寫了這塊牌匾 他寫 他寫 舞台盛進 你看 後面還有 康熙的一筆簽名 特別做了這個牌匡 在這個地方 他一做對聯 就把整個舞台山 全部係數的一清二楚 最上面是五百里道場 風風雨雨 依然日出東照 然後 就是 東台是看日出的 然後 西夜掛西風 花花南山 雪季北邊 就是 東西南北中 這是 文書店 是最後一個大店 這是五台山 台淮的地方 最後一個文書店 你可以看到 這為什麼有這麼多人 在排隊 他們在幹什麼 他們在等候 領一些 他們在領什麼 金光丸 他們在等候 領金光丸 聽說 領了這些金光丸 是可以用來治病的 所以有好多 善男性女 就在這邊排隊 領這個金光丸 等候治病 好嗎 嗯 好 好 好